赵丽颖 封少峰 秀恩爱动态至今都为山南方北传相亲失败有意复合 赵丽颖和封少峰离婚之后变得又美又撒 最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都是关于他头发条软的讨论 赵丽颖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据悉赵丽颖最近资源大好 不仅有不少剧方找上门 而且带禁足的资源也已出路 赵丽颖的事业分终于可以安心了 相反 另一边封少峰在新剧杀青之后 就要五生息联想到二人离婚的通告中 宣传的孩子共同抚养 封少峰很可能抽空回家带蛙了 但是有关封少峰的八卦 却仍旧不少 之前有些媒体 包括社交平台上 曾爆料封少峰被父母送去相亲 而且父母本次还提出了条件 就是对方不能再是娱乐圈的 该事件没有得到封少峰的回应承认或否认 而是人由其发酵 因此讨论度一度很高 近日又有公众浩大 敌爆料所谓的封少峰相亲后续 据盖大笔称 封少峰相亲失败 原因是对方的言之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虽然门当户对 但是家里介绍的几位相亲对象都没入他的法眼 面对这样的致命道性的爆料 持瓜群众没有点 无所适从 毕竟爆料人 没指出料原来自何处 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因此以该爆料还是应该谨慎对待 与此同时 在有人爆料封少峰相亲失败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些传闻 该传闻竟然是封少峰相亲失败 后有一同女方附和 不过该爆料同样令人不敢相信 因为一枚石炊二 没作证 仅是空口无凭 虽也深得八卦精髓 但两人才匆匆关陷离婚 转头男方就有新想法 也不符合心理 行为逻辑 虽然以上爆料未必为真 但是封少峰和赵丽颖 私下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二人在关陷离婚之后 有吃寡群众发现 他们寥寥无几的 秀恩爱动态 至今没有删除 此前方 见串文赵丽颖将过往动态都删除 其实是错误的 从赵丽颖工作室 引用赵丽颖主冯少峰声快的动态 可见赵丽颖只是设置了半年可见 其中最为重要的恩爱互动 也就是赵丽颖生日时 封少峰的那句老婆生日快乐 随后赵丽颖恢复的那句评论 谢谢二叔了 还仍然可见 这个互动向是见证他们 曾经的过往一样 仍然在社交平台上 保存找 赵丽颖既然都能想到将社交平台设置半年可见 那么如果真得决绝的话 将过往一股脑的删除也不是 不可以 但是他毕竟没有这么做 封少峰也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 二人在另外一个不怎么更新的社交平台上的情侣头像 也仍旧没有更换 这是二人在合作明兰禅时的人物造型 KU版情侣头像 据悉二人从那儿国开始到明兰传干庆加身 这部剧可以说是二人心心向印之作品 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仍然有着他们的情头 也许是二人蓝的处理 但也许是过往毕竟不容易删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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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